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河边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8号 老先生给快挂了 说他挂好像还早了一点 但是老先生今天早晨 被美国联邦执法人员 差不多是6点钟的时候 他的家在于纽约上东区的家 被搜查 我们搜查 以前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说抄家了 电器设备都被抄走了 我觉得这个电器设备是什么东西呢 大约我认为就是手机 iPad 电脑 全搜走 另外还去了他的办公室 东西也全拿走 朱利安尼 这堂堂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 而且他做过纽约市的市长 也做过联邦的检察官 还做过好像是司法部的助理部长 所以应该算是一个投命的人物 他被调查看来是检调机构 是查实了他有犯罪的嫌疑 然后才会拿到这一张搜查令 对不对 这当然我们是不懂法了 据说对他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 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 检察官确实他必须能够说服法官相信 这种搜查有可能对产生犯罪证据是有帮助的 那么才能获得这种搜查令 在川普执政的期间 其实司法部官员是多次试图阻止检察官办公室 对朱利安尼进行相关的调查 原因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朱利安尼也一直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密友 我自己什么挺川挺拜 我都不搭界的 我只是对朱利安尼这个人最后和郭文贵搞在一起 这才是我今天 我要把它说一说的原因 大家也知道我的节目当中很少 对于当下发生的紧急事件 做出一个立即的回应 很少 除非是跟郭文贵有关 对吧 那么很多人倒要问了 朱利安尼究竟是犯了什么天条 遭到如此挑战的这种惨况呢 应该说他跟乌克兰的一宗事件有关系 那么这个事儿呢 其实好像好像坊间是有很多的这个披露 大意呢 就是说就是朱利安尼呢 那个有一起啊 就是和他有关 就是针对两名苏联出生的男子的案件 那么这两名男子呢 他们协助了朱利安尼在乌克兰呢 执行任务啊 挖掘呢 有关啊 比如说拜登啊 还有他儿子啊 这个儿子不是亨特拜登吗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朱利安尼什么啊 三个U盘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两个男的是帮着朱利安尼干脏活啊 获取一些啊 一些一些讯息 那么另外呢 这个检察官呢 在2019年的时候呢 啊 是指控啊 就这两个人啊 就是苏联出生的这两个人啊 一个呢 是叫列夫啊 帕纳斯 还有一个叫啊 伊格尔啊 弗洛曼 这两个人呢 是犯有啊 其他不相关的罪行啊 所以呢 这也是都是属于啊 属于 属于警方啊 我们用一句俗语叫警方在测人员 那么在调查朱利安尼的同时呢 检察官还审查了 这个朱利安尼在乌克兰啊 潜在的一些商业的交流 以及呢 他在推动川普政府驱逐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方面的作用 这也是川普啊 应该说是第一次弹劾的时候啊 一个核心的议题 但后来这事也没有推进了啊 那么在向乌克兰啊 官员啊 这个施压以调查拜登负责的同时呢 朱利安尼一心呢 想把这个美国驻乌克兰啊 大使啊 给他弄走 那最后呢 确实还是如愿啊 川普最后还是把那位叫 约瓦诺维奇的女士啊 赶走了 据美国媒体啊 今天的披露 知情人士透露呢 作为朱利安尼呢 调查的一部分的检察官呢 已经讨论过他是否啊 不仅为川普啊 先生工作 而且呢 还为乌克兰的官员 或者企业工作啊 这些人呢 出于自己的原因 希望呢 啊 可能就是要借雇啊 那个大使 朱利安尼到底在里面 扮演了什么角色啊 这个很有将就啊 另外检察官呢 对于他跟那两个苏联出生的 那个人的交易 也非常的感兴趣啊 是不是这两个人啊 曾经帮助过朱利安尼呢 呃 进行 刮绝拜登父子黑材料啊 呃 是不是有关系呢 呃 所以呢 呃 这些事呢 呃 一直连到为什么要啊 把那个大使弄下去 所以这里面 后面 装装剑剑 核心人物 朱利安尼啊 朱利安尼呢 我估计他干的脏货 也不是这一宗两宗了 啊 那个 你看他 呃 虽然是一个曾经被称为是 英雄的市长 但是这个英雄有的时候也会变的 啊 再说了 他在这个上面是英雄 在那个上面就是狗熊 有什么 听的啊 呃 那根据朱利安尼的说法呢 他说他当时是拒绝了啊 跟这两个啊 苏联出生的人啊 进行交易 啊 因为呢 他要帮助乌克兰政府追回他认为的啊 一些啊 被啊 那个被盗的 或者是常在海外的一些资金啊 跟那个调查啊 拜登儿子没什么关系 呃 但是呢 有知情人士说呢 随着去年夏天 呃 美国检调机构啊 呃 调查升温了啊 检察官呢 和麦哈顿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呢 正准备 为朱利安尼关于他 呃 努力撤换大使的记录呢 申请调查令 呃 但是呢 呃 那个后来后来黄了嘛 啊 因为这个你 你你你你你总统的那个 呃 私人律师 你要搜查就搜查 一搜查吧 人家那个 他的客户 主要客户给川普总统给搜查出来 那还得了 是吧 呃 所以呢 一直也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成功啊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呢 哎呀 也都比较敏感了啊 那就是 这一次呢 呃 当然 时过境迁了啊 呃 这个拜登也上台了 所以就加紧了这个步骤 咔一下 啊 超超了一个家啊 呃 那么其实呢 我对 朱利安尼在啊 那个川普总统任内的一些事 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啊 跟啊 老实讲 我感兴趣的主要是 这个跟这个照片有关系啊 啊 我来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登登登登 哎呀 就看到这照片 我就想 这哪是什么市场啊 哪是什么检察官呢 跟一个红通逃犯 两个人搁俩好啊 啊 两个人左楼右抱的啊 在抽什么呀 抽抽大烟 还是抽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啊 那个样子是抽大烟的样子 到底抽什么不知道 哎呀 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官 哪个国家都有啊 不三不四的啊 人 虽然他们呢 有的时候啊 贵为啊 啊 异国的什么总统私人秘书 啊 私人律师啊 什么等等 都是扯担的事情啊 我们再来看 你看 这是一张啊 那么再来一张啊 你看 你看 啊 看到没 那个两个都喝高了 还是喝嗨了呀 这边 还有一张啊 再来一张 哈哈 跟大脑袋啊 那个大脑袋的 那个时候还是 头还是圆的啊 现在头已经变成长的 哎呀 这个腹筋追悉啊 这一幕啊 简直正是太搞笑 朱利安尼呢 他必将为他所做的事情啊 承担他应有的啊 后啊 朱利安尼呢 曾经对于公贵报假料啊 这个嘴炮灭供啊 云中建国啊 还有呢 是用嘴发行啊 啊 那个击毙啊 是给予了全面的支持 另外呢 有传说呢 说是还接了一些正臂的活啊 究竟是接的闫离梦的 还是接的路大脑袋的 不知道啊 哎 总之呢 哎 我们看到的 朱利安尼是让我们对美国啊 呃 贵为白宫的啊 一些啊 官员的一些助理人员 我们说他是朱队友 这是 哎 打开了眼界了啊 而且呢 郭文贵还曾经说 要把朱利安尼请到啊 他的GTV去做栏目 一年40万啊 等于差点呢 呃 就成了啊 郭文贵的员工啊 或者已经是郭文贵的员工了 因为郭文贵后来没有啊 辟谣说 不聘啊 朱利安尼了 就说40万一年了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别那些搜过去的那些电子啊 设备 别里面藏了很多啊 那个 从 从乌克兰的那个交易 倒没查出什么 从郭文贵的交易 倒查出来不少 那一下子 我跟你讲 哎 就在了啊 朱利安尼是肯定要坐牢的了啊 这个我我 这个是 我们也不懂法了 我们是猜测了 那如果说是 要是检调机构 没有啊 着实的那个 凭证啊 那怎么会去查一个 前总统的啊 自然律师呢 不可能的嘛 是吧 哎呀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作恶多了呢 终有一天会倒霉 今天是朱利安尼 明天就是郭文贵啊 那郭文贵呢 因为不上档次 在美国主流社会 就是一个屁啊 还没轮到 慢慢来啊 先班农去了 是吧 啊 朱利安尼不是又快了 川普总统也不好 走的时候就给他射了 不就算了吗 是吧 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没来得及做啊 做的太明显也不好 啊 我们祝朱利安尼早点进去吧 啊 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